好 今天路況很重要 因為今天是二八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但其實有早在昨天下午就出現了南下車流 但是最大車流還是會在今天出現 預估會有一百一十五百萬車公里 是平常的一點三倍 而且會有六大的地雷路段 行車時間是平常的三到五倍 所以如果您今天真的要南下的話 最好下午再出發 比較不塞車 車子在國道上走走停停 尤其北部南向路段更出現長長車龍 二二八連假在即 高工局預估26號車流量將達到 一百零五百萬車公里 比平常週五多一成 大概六點到十點間 我們預估北部主要是在北部路段 國一南向的陽梅至新除系統 然後國三的土城之關係 會有車潮有限的情況 十點過後才會突然得到疏解 三鄉夾雜 沙班車潮 內湖至原山 南向路段 二十六號晚上六點多更一度出現紫暴 不過高工局直言 二十七號恐怕才是廉價車流量最大的一天 上看一百一十五百萬車公里 為平常一點三倍 尤其國五南下交通量將是平常的一點八倍 預料將有六大地雷路段 包括國一揚梅至新竹系統 彰化系統至浦岩系統 原山至大華系統 國三三英至關西 烏日至雾峰系統 以及國五南港系統至平臨 行車時間將會是平常的三倍到五倍 大概在國一的新竹路段 或者是長江路段 大致上都是從上午八點開始 會有漁舍 然後大概到下午一兩點左右 才會逐漸得到疏解 二十八連假 想要趁機返鄉或出遊 高工局也呼籲 二十七號南下最好下午再出發 北上則可以在中午前提早上國道 才能避免塞車壞的性質 記者綜合報導 小舟